最吸引的是我們入馬旁觀看那次 我和Danny沈澤成、養馬拍檔、唐小姐 我們三個人對那隻馬的現場觀感很好 所以馬會IS已經幫我們做了幾輪篩選後 把最好的東西拿過來給我們再選 所以我覺得是絕對幫到我們 我退休前的馬全部是家品行先 然後我幾年前退休 我想過一些浪漫的生活 所以用浪漫 至於可能形容我自己 有時候會挺勇敢的 所以就用浪漫勇士 二十多隻馬的拍攝會 我很有信心跟Peter、劉先生說 一定是這一隻最好的 給你的感覺、態度很穩定 我經常都說過了 有些貴格的 這隻很棒嗎? 懂不懂 新馬來一定要有掌聲 開始大隻了 而且盛情又專一 態度要好 他就是做足這件事 最重要是令他舒服、令他開心 他自然就會展現他的能力 他說 часто她會再次挑戰 他當時很潮流 每天早上我回到他 我靠起的時候 都會摸起他 跟他說說話 跟他拍下 他很溫馴的 好聽 但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開始騎他之後一場一場贏 和他越來越進步是開心的 他每場的進步 即到現在你都想不到他可以去到哪裡 他很大步和走得很直的馬 即他一看空他就會自己往前走 很容易訓練的馬 我們每一天 譬如我自己三點多鐘回來 就開始第一隻就看他 多數回來就掃身 掃身、探溫度、洗腳 然後就會走馬給老頭看 看他今天好不可以 健不健康 他知道的 他很有… 即是很生性 可以這樣說 他有個默契 他知道 譬如我們一開門 他就知道 出來了、開工了 要做事了 他就很自動自覺在這裡做 那些馬是很厲害的 要所有馬主或者馬開贏都打給 他還贏同屆的女王本 只要五隻 應該要香港 我也和樓山商量過 應該是下一季 我們會集中在香港的國際賽 我們的三冠馬王 我們都是集中跑這幾場的主要賽事先 我希望你認識一下 我們是全部會在香港